對啊 因為我會常常接到 比如說未顯示號碼 可是因為像我們做這一行 比如說有時候 蘋果或狗仔 他們如果拍到什麼 他們也是用未顯示號碼 所以我都一定會接 可是我最近很常接到 就是未顯示號碼打來一聲就掛 或者他會一直在那邊跟你耗 但是我後來知道之後 我當然就掛掉 所以他跟你耗是不出聲的 不出聲 然後甚至於有時候會放音樂 然後近期 我一直小小 你要尿尿 他就是放一些 你就像情歌或什麼 那些我後來都覺得沒關係 但我近期會接到 是有電話號碼的 然後打來之後是 比如說 而且他知道妳是誰 可是妳不知道他是誰 這些號碼我最後都存起來之後 其實我有去報警 所以他有直接說婷婷 我好想要跟你怎麼樣 對 然後甚至於還有 因為我們很常會有活動 所以他比如說今天我知道 不會是妳的老公嗎 也是我覺得很可怕 是男生 女生都有 女生也會打一哨喔 女生也一樣 因為妳肩膀很寬啊 對 因為妳肩膀很寬啊 妳肩膀很寬 沒關係 女生 女生會覺得他很舒服 可是我覺得最困擾的 其實是因為有號碼的 我會把它調出來之後 因為其實那個電信公司說 只要接起來超過 我不知道十秒還是二十秒 就會有紀錄 然後我調起來給警察 但是我發現他們現在有 所謂的王八卡 王八卡這個你只是 找不到任何人 你也找不到任何的IP 什麼都找不到 它就是會一直不斷地換 它有點像預付卡的那一種 可是比如說預付卡 我們還可以找得到人 因為你要買的時候 要寫購買人的名字什麼 可是王八卡這個東西是 沒有辦法的 所以它就是個王八啊 對 就是可是那是一個 騷擾你也沒有 放著讓他一直浪費錢 你無法去解決這件事情 這樣六月一號 可以抓這種人嗎 可是也抓不到 可是我覺得 身份不要有種心態說 是自己哪裡做不好 所以才會招惱這些 就是絕對不能這樣子想 對 因為有問題 我太漂亮了 對 這樣想比較正常一點 因為有些女生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做不好 或是我就是看起來好欺負 所以你們才來欺負我 對 但有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會讓你就是整個就是更憂鬱 而且我最後到最後 我是把那些電話 比如說來了之後 我就封鎖一個 封鎖不完 我覺得我發生在我身上 這種騷擾事件 我也覺得怪怪的 可是我遇過我閨蜜的男友 偷看我上大號 超扯 我只會看 那時候我認識那個男的是在 那時候是在朋友的聚會 我閨蜜就介紹給我 多年以後 好像她跟我閨蜜也分手了 我們就在大賣場遇到 那個時候剛好是中原普渡 晚上要去採買一些東西 就遇到她 我說那妳順便幫我顧一下推車 我肚子突然好痛 我一進到廁所蹲下 就覺得上面有椅子 我想說 妳改變亂 妳改變亂 對 妳改變亂 不會吧 妳改變亂 然後我就一開頭 就是有一個人 馬上這樣子人影跑掉 我就追出去 就外面就只有我那個時候 閨蜜的前男友 我就問她 那是不是妳 她就 她當場就承認說 對 就說 太承認了 因為她是很高嗎 她是這樣 對 她就是趴在上面 因為其實大賣場上面的那個 不會緊張 沒有很高 所以我上廁所我都會一進去 其實我會先開相機 先反拍 先反看一下確定 然後我都會這樣子 可是妳肚子痛妳就不會想 那不急了 我才會過難 還是會邊上廁所 邊這樣研究一下 因為就是會擔心有這種事情 而且我都會盡量找最後一件 就是後面不會有人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萬一有的話 不是更可怕 不是 因為很可怕 所以妳會怎麼有導致妳以後 不敢在外面上廁所嗎 還是妳在外面 大號真的不安心 而且以後妳上大號都會 對 好難上喔 大號是嗎 對 大號 一定 什麼東西 好難上 我之前在賣場的時候 也是就是遇到我在工作 然後我就是在介紹手機 我在賣就是主持手機的品牌這樣 然後我在介紹客人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有一個人 蹲下來把手機鏡頭 照著我的下面 然後就是 妳這是這個影片嗎 這是2017年 我被偷拍的時候的 監視器畫面 妳在下面那個圓桌上面 對 然後妳看 哪有固件 她在介紹這個 長得有點不一樣 但那是菲比 然後 好厲害喔 我面對男的 我真的沒看 她就拿手機按一按之後 放在她的膝蓋上面 妳是要看她一下 對 因為我當下想 我是不是誤會她了 那妳看到的時候 不是妳的下面嗎 因為我就穿裙子 她就是把她放在我裙子旁邊 妳看到 她就是 她直接把手機收回去 對 然後 手機 好可怕喔 那真的妳有去 可以抓她嗎 其實我覺得其實 被偷拍的人當下的想法 不是覺得說變態 而是 我誤會她嗎 對 妳確定是嗎 對 然後我那時候 就覺得說 妳以為她在看手機 我當下 因為畢竟我在聊這個品牌 我擔心我誤會她 她會來找我的品牌 去告狀 然後我也是工作 妳會覺得要為了工作 去受一點委屈 然後我就發現說 她好像真的怪怪的 因為她的鏡頭 就是她是刻意放在膝蓋上面 蹲下來 罩著我 然後我當下的第一個動作 其實我是把屁股先夾緊 因為我不知道 她到底拍了什麼 夾緊之後 我就越想越不對 她離開了 我才去跟品牌 講這件事情 然後品牌調監視器 然後才發現說 我聽說她就是賣場裡面 有 她是其他品牌的員工 其他 對 她是其他品牌 在隔壁櫃的員工 那都沒有人 就很好抓 去幫她 我就是後來 因為我就是想要去報警 可是你知道賣場的時候 想要喜事寧人 對 她就是跟我協調說 他們會把她壞掉 然後希望我不要 張揚這件事情 那她真的有被壞了掉嗎 我聽說有 但是我沒有去求證 因為我不想要再 再跟她有太多的交集這樣 所以這就是職場性騷擾 對 沒錯 而且像這種情況 就是真的是第三項 最怕職場性騷擾 想走卻走不了 以前我們在秀場 其實也常常會碰到這種 秀場一定很多的 對啊 以前 只要是大哥級的 通常對這個 剛 晚輩 晚輩或者一些 小歌星什麼 都會特別會對他們 有一些性騷擾 我曾經就有一次就住在 因為我們很要到處表演 那都要住飯店 然後有一天 一個晚上就是 那個大哥就來給我敲門 而且他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非常大的大哥 對 然後來給我敲門 然後一敲門 我打開門之後 我一看到他 他就一直退 然後推到那個床上 實力強 對 這麼直接 對 沒有任何對話 沒有 不用退 你不用對話 你開門就 要不退的 對 然後就躺下去了 然後我就這樣子 就在床園邊這樣子 對 我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我這樣 我很喜歡妳 這樣子這樣 什麼... 妳可以這樣嗎 我就 我那時候就嚇到 我嚇到 我就說 可是 可是我那個來 我月經來 我月經來 然後他立馬傻掉 然後我就傻住我 然後就說 我這樣 好... 然後就出去這樣子 好可怕喔 那大哥現在還在嗎 走了 還在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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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行徑真的很可怕 也太直接了吧 因為那時候我才十八歲而已 因為也就是 人家還是處女耶 怎麼了 如果不是處女的話 妳就 不是 也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那時候 他的那一個行為 讓我真的是嚇到 那根本就是嚇死人 嚇死人啊 對 所以妳如果沒有說 妳月經來 然後他可能 他可能就是強行啊 對... 那我就沒有辦法 我就得屈服了 妳也不能到處跟別人講說 妳被這個大哥... 一次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每次表演完之後 我們都要謝幕 那謝幕我們都要穿 穿得很性感 因為表演就是要穿得很性感 讓我穿一個漏背 然後有一個大哥 他就站在我後面 清了自己 妳說謝幕 然後這樣 然後就剛好清妳 沒有 他就是直接這樣 清我的背這樣 然後因為剛好就在側目等 要等了一個... 一個出去謝幕 他就清我的背 我那時候當下前面對不對 都沒有看到 他要清妳的這一幕 沒有 因為很暗 因為妳在旁邊 車幕等的時候 燈是暗的 妳不能亮啊 對 所以是 所以妳清一下是 整個叫僵硬吧 僵硬 然後我就 我不敢說什麼 然後回到飯店 我就跟妳 又哭 又哭 我又跟一個姐姐講 又是一個藝人 女藝人講 我就說我被他欺負了 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一直安慰我 沒關係啦... 不要想太多 什麼... 然後就 他就安慰我這樣 妳現在會不會很擔心 妳女兒如果遇到 也是遇到變態 妳有教他 妳有教他要怎麼保護自己嗎 像有時候我看到一些新聞 就是說 我會借力實力 就會告訴他說 妳看 現在這個新聞 不要那麼晚 走在公園旁邊 有可能被強行 就直接拉走 拉進去了 像飲料 只要妳離開那個地方 就要把它喝完 不然就直接帶走 回來就不要喝 不然回來就不要喝 不然妳就把它帶走 我覺得我要告訴他 怎麼保護自己 這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 可能不只夜生活 才會遇到 真的在工作上 很常遇到 就是我有一次真的 就是正常工作 然後我去幫藝人塑話 已經是現在了 其實是應該是三 四年前 我剛開始做這一行的時候 自己獨立出去工作 那時候就我跟助理 然後去幫一位男藝人塑話 然後但是他那時候 好像沒有經紀人 所以他就在結束的時候 跟我留下聯繫方式 然後說之後還要約我這樣子 因為平常我們都會把 聯繫方式丟給經紀人或公司 我們不會直接跟藝人 這是我們就是工作 比較堅持的地方 然後他那一次 因為例外 他算他沒有經紀人 所以我就自己跟他 留了聯繫方式 然後後來他就會問 請你幫他找藝術 然後我就會問說 那你覺得 你想要什麼風格 這套好 你比較喜歡哪一套 然後要找記錄給他看 然後結果後來 他就是開始一直邀約你出去 問你要不要出門 彈吉他 或者是 去咖啡廳 這種 你不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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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一點奇怪的問候 我就開始覺得 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那這個工作就寧願不要 然後我就沒有再跟他聯絡 然後我還把他封鎖 後來就是 他那時候的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的女朋友 因為大家都沒有公開 然後他就透過我 那時候的男朋友打電話給我 我為什麼要自己 主動約那個男生 然後我就說 我完全沒有 然後後來我們就約出來 比對手機訊息 那個男生把他所有 傳給我的對話 全部刪掉 只留我回覆他的訊息 搞得像妳一直祕密他一樣 我自己祕密他 然後你還被他女朋友 罵 對 然後但是我們那時候 出來之後 他後來就馬上跟這個男朋友 分手 然後我跟那個女生 也變成好朋友了 只是這個男的所作所為 就讓我覺得 天啊 真的很可怕 而且他那時候是一個 誰喔 對 然後所以我是 是文青派 還是是搖滾樂團 還是什麼 R&B 大概什麼樣的年紀 對啊 妳好進場 我這樣講不出來 妳偷偷跟我講一下好了 好 現在還是現場 這是有一個嗎 現在應該 誰啦 在 可能去聽聽看 妳這個 妳可能去聽看 那個年紀 我才知道 妳怎麼可能 妳怎麼可能 妳怎麼知道 等一下采花姐聽完的話 我知道耶 怎麼可能 好像很像我們那時候 那同樣一個 怎樣 怎樣 她媽姐知道嗎 當然知道 妳知道她是誰 我當然知道 等一下 妳現在在演戲 等一下 我發誓我沒有演戲 不然我爛掉 我哪有爛掉 哪有爛掉 我爛掉 我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那妳在用妳的語言 跟我講一次是誰 等一下 麥都瘋起來了 瘋麥了 不會吧 不會吧 對 我說不會 妳現在我錄影了 來 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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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不能講 對 這真的不能講 這真的防不... 防不勝防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她的理由是合理的 所以妳根本沒有辦法 妳不會想說 這個人會這樣子 對 這可能 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剛剛 我的經驗 真的所以我不會爛掉 她看 她一點都看不出來 她就根本想不到 我覺得女生真的好辛苦 真的 真的 所以所有的女性朋友們 如果你們真的很害怕 遇到騷擾 現在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六月一號 夠大白 我不是感激性 天啊 祝宇 我不是感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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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心情就會變好了 六月一號開始 法律會保護妳 就算那個男生只是跟蹤 只是或者是 禁一寄東西 騷擾什麼的 都可以 去跟蹤 你報警 他都有可能被法律制裁 所以 要保護他 可是我覺得我也很受害 別人說 你就不要穿那麼露啊 對 我可以喔 你要責備的是變態 為什麼女生的打扮 或什麼的啊 我們也有人學 我們想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穿什麼樣的衣服 所以很多長輩會說 你就是自己這樣 找變態來的 沒有 這種是很舊的觀念 是 要譴責的是變態 OK 是 所以我們要總得好好保護自己 然後六月一號趕快到 謝謝 謝謝 謝謝